美食当前却没有胃口 一名39岁陈先生 鼻子老是闻到腐烂的怪味 只好求诊耳鼻喉科 又做了肠胃镜检查 却找不出病因 直到透过脑部辞症造影 这个是眼睛后方 眼睛叶的后面到右侧 才发现脑袋里长了一颗5公分的肿瘤 必须紧急开刀 他如果说往后面压着压到脑干 那就可能会产生呼吸 心跳的停止 就是这个问题就比较大 或者说往前面压 可能会影响到更上面的视神经 就可能是视力的障碍 当脑部受到压迫时 嗅神经纤维可能遭到破坏 味道无法正确传递 让患者产生错误的嗅幻觉 一般长辈为了怕大脑功能丧失 平时也得多多动脑 我在家里电脑也有在动 跟小孩子做游戏 这都要啦 正因为嗅觉丧失的速度 往往比记忆退化还快 一旦出现异常 恐怕是失智的前兆 嗅觉是人类最原始的一个感觉 木头花香 这些比较常见的味道 突然是不见了 或是这个味道改变扭曲了 这可能是早期失智的现象 脑瘤通常无声无息 并不一定会引起头痛 即使是良性肿瘤 压迫到重要部位 也会产生致命结果 如果出现感觉或行为异常 务必提高警觉 大约新闻 蔡林吴博勋台北报道